大家好啊 我是超神龙哥哥 使徒安作为新上线的监管者 很多小伙伴们可能已经入手了 但是有个问题啊 小伙伴们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啥安的脖子这么长呢? 这个脖子看着就不像人类啊 特别像长颈鹿 人类长这种脖子 这不真长啊 其实大家看过使徒安的故事 应该知道 使徒安其实是已经死了 他被人用木刺刺穿了心脏 黑猫只是让他以鬼修女的身份复活而已 所以他变成了屠夫 这种复活和被砍头后的红夫人 复活的形式类似 本质上根本不是人类 所以安的形象设计特别像鬼修女 而他的长脖子 可能也是作为超自然体的一种标志 在神话传说中 长脖子的妖怪最出名的就是飞头芒了 飞头芒是神话传说中长颈的妖怪 他们多数化为女性的形象 深长脖子可以在夜里四处游走 一到了夜里等到众人都睡着了 妖怪的脖子开始深长 甚至比长颈鹿的脖子还要长 脖子长到一定程度后 就可以让头和身体分离 头可以在空中飞翔 但飞头芒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是让头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游走 自由飞翔的飞头芒 这种长脖子妖怪遇见人就会吸血 还有一种是无法控制自己 在无意识状态下浮游的长颈妖怪 头一旦过了一定的时间 没有及时返回身体 妖怪就会死去 当然使徒安的技能可没有飞头这一项 只不过这个长长的脖子 以及飞人类的身份 倒是有点像参考了飞头芒的脖子圆形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